时隔三年,朝鲜又一次迎来大赦,为纪念朝鲜国庆70周年,朝鲜发布中令决定自8月1日起实施大赦,这也是金正恩上任以来的第三次大赦。 金正恩资料图,此次赦免的规模和具体适用对象没有对外公开,据透露是赦免部分背叛对祖国和人民有罪的人员,朝鲜内阁和有关机构也表示,将制定具体对策,妥善阿志或是人员,协助他们重新工作和生活,为何要在此时举行大赦? 朝鲜劳动新闻16日的头版文章解释称,这是金正恩同志重视人民,尊重人民,热爱人民的崇高政治思想,大力加强党与人民群重的血缘纽带,是朝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。 长安街知识APP注意到,金正恩此前曾于2012年和2015年举行大赦,2012年正值金日成半成100周年和金正日半成70周年,同时也是金正日提出的强盛大国元年。 当时法部的张力强调称,继承和发扬金顺程和节正日的人的政治和宽容政治,是朝鲜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立场。 2015年,同样也是在8月1日,朝鲜为迎接朝鲜祖国解放70周年和朝鲜劳动党兼党期10周年实施大赦。 有意思的是,在朝鲜发布大赦天下的消息后,韩国也在当月实行特赦,包括12位知名商业领袖在内的6527名服刑人员被赦免,主要目的是促进企业投资,刺激经济发展。 事实上,大赦在朝鲜并不显见,在2011年朝鲜劳动党兼兼党65周年时,朝鲜曾赦免15万名囚犯,赦免对象是因一般暴力,要劫,私吞或破坏国家财产的祸刑的犯人。 当时,刑期未超过一半的给予减刑,超过一半的犯人则予以释放。 朝鲜当时强调说,大赦是得益于时任朝鲜中央军委副委员长金正恩的指示。 2002年金正月60周岁生日之际,朝鲜的交化所更是释放了30%左右的犯人,打赦一般会出现在金日程,金正日生日和劳动党兼兼党整周年,半周年的中央纪念日期间。 先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向最高领导人提交提议,经最高领导人批准后,根据朝鲜人民保安部交化局,12个交化所里的在押囚犯数量,决定减薪规模。 而自2012年以来,朝鲜大社出现的频率更高,并保持着每三年一次的节奏。 在金正恩日逝世不久后,金正恩已亲民爱民的接班人行先出现,屡屡进行爱民政治活动。 他还在2013年的劳动党党支部书记大会上表示,只要有1%的优点和长处,也应该大胆将其引向再生之路。 现如今,金正恩已带领朝鲜进入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,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阶段,并积极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,展开联系和对话。 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宣布大赦,也有助于朝鲜获得稳定的国内环境,与良好的国际形象,以在内政外交际一步取得进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